猪是从这辆货车上掉下来的 一头两头 一段距离后又连着掉下来六头 而货车驾驶员却浑然不知 后方车辆又好几次差点撞在猪上 高速交警联系货车驾驶员 让他前方下高速掉头回来 驾驶员说年前消费高峰 一天要比平时多拉好几趟 这回是忙中出错了 年猪尾头大概有300斤 他可不想再被困在这个笼子里 奋力挣扎 交警养护工人六七个人 一起把猪抬上货车 半个多小时后 八头猪被一一抬上车 在警车的护送下 这辆运猪的货车最后安全下了高速